下一個彩線 彩線有分兩顆嗎 其實這兩節課上一段 然後英文老師要用兩節課嗎 不是啊 明天後點 明天 這樣就 準備考試了 OK 250葉 19這個地方主要是要搶排線 排線它主要坦的是說 當細胞或生物品 產生一些代謝廢物的時候 當細胞或生物品 在進行代謝過程當中 難免都會有一些代謝廢物的產生 那另外在養殼的攝取過程裡面呢 也不見得永遠都會 那個攝取的這個種類 跟量都是剛剛好 所以會有一些多餘的東西 所以這些東西的排除過程呢 一般我們就成為排泄 所以如果跟前面的消化系統 我們來提的話 排泄跟排椅的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排泄的東西 曾經在細胞裡面 那個前身被利用過 然後所以它在細胞裡面產生之後呢 現在呢要把它排除到細胞外 甚至於是生物體外 那排椅的話 排椅主要是在談那個消化的問題 因為消化道的構造的特性 我們是主於那個包外消化 我們的食物的分解啊 雖然是在消化道 大概是在我們的身體內 可是消化道是屬於細胞外的環境 所以一旦那個食物的特定的成分 很難分解或來不及吸收 那這時候呢 就會在消化道的末端 那個形成食物的殘渣 所以這些遺留的這個食物的這些成分 排除體外的過程就是排泄 所以排泄也比較是在講消化道這邊的問題 那排泄會動到很多 包括我們才剛結束的呼吸系統 呼吸系統排除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是細胞在那個 黏化作用裡面產生的 所以排除二氧化碳其實也是一種排泄 那所以它到底牽涉的範圍多廣 這個等一下再看 我們先看細胞到底可能會產生 怎麼樣的這個代謝肺露 所以如果你那個 組成的觀點來說的話呢 就是那個 只要是有機物的氧化過程 只要是有機物的氧化過程當中 那個氧化碳應該會有兩個常見的產物 第一個是會化碳 那另外一個是水 看到 然後所以第二個就是水的產生 可是水的產生有兩種情況嘛 第一個是在分解過程產生 那另外一個是在合成過程也會產生 比如說那個脫水聚合對不對 氧基酸跟氧基酸結合的過程當中是脫水聚合 那個單糖結合成多糖是脫水聚合 所以水因為在一些代謝過程當中 它會產生 然後又會利用 所以 多的時候 如果你現在是透過食物攝取 再加上自己的 我們身體內的化學管理產生 然後再扣除掉消耗量 然後這樣才會剩 那這個水分基本上是多餘的 好 所以水分當它多餘的時候 也會變成排泄的物質質地 而且我們需要它 好 然後所以接下來 這個比較麻煩的就是那個氮氮的問題 氮氮的這個氮氮飛入當中 以一般的動物來說的話呢 氨基酸 氨基酸的氧化過程 那個氨基被卸下來 那就是吸引氨 OK 然後像我們的話 會再把它進一步 轉變成尿素 所以這樣的話相對來講 它的毒性比較低 也比較適合我們的身體構造的排泄 然後還有一個是 不太適合我們的 就是尿酸 因為腎臟構造的關係 尿酸喔 因為在跟我們飲食習慣當中 很容易去碰到那個鈣底子 這樣的話 蠻容易產生那個 沉澱結石 這樣的現象 就對我們來說 其實尿酸濃度高 對於整個泌尿系統的健康來講 不是一件好事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 肌肉代謝過程當中 產生的肌亂幹 對一般在健康檢查裡面 可能就會有提到這些物質 就是大家留意一下 所以這些基本上都是 含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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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氮 那其中以我們來說的話 氨對我們來講太平衡了 一般來說 那個水生環境的生物 還有包括兩生類 比較有那個實力去排除那個氨 然後我們的話 基本上還是以尿酸最適合 那尿酸對我們來講 搭配性微量也可以接受 那量太多基本上也不行 那雞酸乾症的東西 基本上也是適合少量的數量 所以相對上來他 好 那可是有幾乎當中 除了碳氫、氮、氧、氧之外 氨基酸、含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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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氮 所以一般來講 這些含氮的代謝廢物呢 要嘛就是氨基酸氧化 要嘛就是含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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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氮 產生的 對不對 那可是那個氨基酸當中 除了氮、氮、氮、氮之外 還有一個很常見的元素就是硫 所以還有像硫這種東西 硫的話 一般在代謝上 朋友可能會產生像硫化氫 好 那硫化氫那種於氮 就變成是弱酸 就可能以這個方式 好 然後接下來 那個 那個 炭氫 炭氫、氧、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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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像那個 核甘酸 就是含氮 那氮就比較簡單 因為如果把氮切割 好 切割下來之後 那基本上 就會是 就是 就會是解憶狀態的電解石的方式存在 那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到底算不算是排泄的對象 比如說 以現在人來講的話 我們的鈴 攝取過量 所以 鈴基本上 我們常常就是 一定會出現在尿液當中 而且它會流失 對不對 所以那個 以前講的 這個前幾名的 然後鈴甲幹 好 因離子的話 你看我們這個磷酸 利用的地方這麼多 乾酸也要用到磷酸 離子也要用到磷酸 對不對 所以像這種 比較常見的東西 綠離子通常是跟著誰 跟著那離子旁 所以這些電解石 基本上 就完全取決於 你我們身體的當下 到底缺了什麼 你的攝取食物的過程當中 你攝取了什麼 所以一樣 就是這個加跟減之間 到底是多還是少 多了 基本上就會把它回復出去 這樣 好 所以這些原因 也有可能變成是 我們在排泄過程當中的內容部 這樣子 好 所以接下來 那 其他的 算是意外 比如說 像那個 有很多色素啊 基本上 我們是不太利用的 因為他對我們來講 意義不高 不只是人工合成的 那 那個 有一些天然的色素 裡面 那種 好的例子 唯一想到的色素 就是B群 你吃那個 或那個 回答度低 有沒有 大概或者吃一顆B群的話 應該 之後的第一次的尿密當中 就會很明顯的 顏色上的轉變 對不對 好 當然因為他水溶性的流失比較快 所以事實上 因為很多色素 因為我們沒有一下子 摄取那麼多啦 要不然的話 一般的色素對我們來講 就是利用 綠很低 因為對我們來講意義不高 除非他是有用的 維生素 我們還會去用一下 可是那也是適量 微量而已 然後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藥物 所以藥 基本上對我們身體來說 本來他是 怎樣 就如果你從細胞的觀點來說的話 他有一點 像是比較偏負面的物質 可是我們又需要這個東西 來去抑制 比如說 某一個異常的細胞 抑制某一個病菌 你看好 所以這種東西對我們來說的話 也是需要去做排泄動作的 那這裡 這個地方就會牽涉到兩個 第一個 那個藥物呢 可能會透過誰 透過肝處理 它不是解骨嗎 它解骨的對象之一 基本上可能就是這個 然後另外就是 那個腎臟的話 才幫忙做排除的動作 好 然後再補一個 這個代謝廢物 這個很難排泄 因為是耗氧性的生物像我們 就需要氧氣才能夠活下去的生物 在代謝的過程中 常常會產生像過氧化性 或者是類似的那個 化性的活潑 然後氧化能力很好的化的路 所以才會有一個名字 才會有一個名字叫看氧化 所以看氧化到底在看什麼東西 我們以前學過那個細胞的構造 過氧化小體 過氧化小體 過氧化小體裡面主要的酵素 就是觸酶 或者是過氧化氫酶 它就是吹化那個 過氧化氫的分解 所以上次那個肝臟有沒有 切開 有時候還有看到那個 在玩那個滴 刷氧水那個 有沒有 那肝臟切開之後 刷氧水滴上去 然後因為它很快就會遇到過氧化氫 所以那個過氧化氫就可以吹化分解 那因為過氧化氫你看 如果你不去吹化它分解 那這麼多的東西 基本上留在細胞裡面 那它的過氧力很強 所以看氧化一般就是在把這一些 像過氧化氫之類的 那個氧化力很強的這些物質呢 把它給反映掉 然後讓它的活性降低 不然的話這種東西 基本上它真的也是代謝非物 那只是說 你等到你要排除出去 就會過氧當中 你要經過那麼久的時間 跟那麼多的路 它都不知道已經破壞多少東西了 所以這種比較 可能沒辦法去談排血的問題 它必須現場盡快去解決 所以像維生素不是有幾個人 它的看氧化國性還不錯呢 像那個維生素C 對不對 一般公認的這個看氧化國性最好的 對不對 然後它自己本身呢 會氧化掉 來犧牲 然後還有 使用性維生素裡面 像維生素E 對不對 那目前他們發現 維生素K 好像也還不錯 所以維生素裡面 大概就是C E 這個反應性很強很強的這種 好 所以扣除掉最後一個例外 其他東西基本上都需要去做排泄 好 所以從物資再來回歸 我們身體到底有哪一些構造區域 可以幫忙做排泄這個動作 所以回到那個排泄系統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剛剛結束的 嚴格來說 如果你現在要擴大到排泄系統 這個層次來看的話 看第一個 我們才剛結束的 呼吸系統有沒有做排泄 歸系統你看 它主要要應付的就是氣體的恆定 對不對 所以二元化碳的排除過程附帶的會有損失一些水分 你呼出去的氣體當中還是會有水分 但主要的關鍵還是在二氧化碳 所以 一般來說 這是專屬的管道 所以像那個 泌尿系統 如果一旦 你身在為主 主體的泌尿系統 它解決的就是 你把二氧化碳扣掉之後 但其他的東西幾乎都是用在它 所以當然我們一般講說 泌尿系統負責含淡的 代謝廢物 但是問題是 這個東西它又需要水 來溶解 所以這時候 當然也可以附帶的 來一些過多的眼淚處理掉 對不對 然後還有哪一些是可溶解的 比如說色素 比如說藥物 所以它會透過 身上排除的 處理的 基本上就是這些 可溶性可溶餘血的 通常就會正面來管理 那這樣氣體的話就會 呼吸系統來管理 對不對 好 然後 接下來 那泌尿系統 處理的水分跟溶水分的物質 相對來說的話 它會比較斤斤計較裡面的成分的組成 好 就是到底哪些東西 該排除或該有 然後你該排除多少 或留下來多少 那個 泌尿系統它的 調節會比較精準 它另外有一個比較類似 可是它調節比較粗曠的 就是皮膚 流汗的過程當中也有水分 然後這水分當中一樣 它也會總結了微量的寒淡 那些非物有一些電解石的流失 色素就不一定了 那樣看你有沒有那個色素到它這個地方 好 然後所以皮膚其實 安排的東西 在成分上 一定程度來講會很近 是尿液 好 但是濃度上來講會差很多 好 因為這個經過精準的調整 這個是沒有的 好 這個就是 這個 皮膚主要要調節的不是代謝的問題 皮膚主要要調節的是什麼 它其實是體溫調節的重要的環境 可是因為 那體溫調節的時候是透過什麼手段 是不是用水來帶從這 所以是不是因為會有一些東西 溶於水就順便一起排除出去了 好 然後其他的那一些 比較會扯到的那個代謝 像肝臟 肝臟就是一款重要的代謝器官 對不對 然後它自己會產生很多的代謝肥物 所以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肝臟排除的什麼 膽色素 對不對 所以肝臟排除膽色素的特殊性在於 第一個 這是血紅素氧化產生的 再來第二個 因為肝臟排除的時候 它用的管道是誰 它用的管道是它分泌膽子的那個管道 所以這樣就麻煩了 因為它把這個膽色素放在膽子當中 後來膽子又進入十二指腸 然後後來又進入 隨著這個消化道的話 就隨著分泌一體排除 所以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因為它的關係 因此消化系統 雖然排除食物的殘詐叫排義 那消化系統有沒有參與排氣 有 就是這樣子的理由 所以沒辦法 好 所以如果其實聯合來講 像課本 通常這個標題定的 我就覺得有點爭議性 如果你現在要把層級提到排泄 其實這些構造 我們身體的構造 基本上都有做排泄這件事情 不過 第一關來說 這一套 或主要在胃氧化碳以外 泌尿系統做的還是比較關鍵一點 所以可能焦點都會關在這個地方 就是泌尿系統 所以後面基本上 後面的重點會關在這個人體的 這個泌尿系統的部分 那其他動物參考一下 先看251頁 這隻很可愛的 蝸蟲 如果沒看過的話 蝸蟲齁有兩個眼點 很清楚 它這眼點不是眼睛 所以它只是一個區域 然後這區域呢 它只能感受那個光線的明那邊嗎 所以像我們的話 是真的形成視覺 它不是 它只是感受光線的友誼 明暗這樣子 那以前要找蝸蟲比較容易 其實現在要找到那個水質乾淨的地方 我覺得相對會比較難一點 所以如果有那種 那個 那個什麼水族香 或者是那個 生態史比較乾淨 到時候可以去找看看 不過 恐怕還是到那個溪裡面去 比較乾淨的溪水 也也許 在那個石頭表面可以看到 那蝸蟲 我們在那個 消化的時候有提到 它的消化構造是什麼 它消化構造就是 在肚子這地方 有一條延伸出去 突出物 然後呢 食物就是 它就是把那個管子伸出去 然後比如說 通常你們可以找到那個影片 就是那個蝸蟲吃 那個怎麼畫呢 蝸蟲吃蟲蟻那一種的 它就那個 消化道的開口 先伸出去 然後就看這個 把它打包 然後接下來呢 就把它分解 它就是食物的吸收 它就是這些東西 在原住的突出 所以你看它的消化構造 超級的良純 然後呢 不需要循環系統 它是扁性動物 對不對 那身體那個厚度已經夠少了 循環系統這種東西 對它就沒有那個必要性 因為 對它來說的話 這個物質基本上 那個 就算用擴散慢慢來 也可以應付它的 大部分的細胞需求 所以你看 它也不太重視 就是暫時 哪一面那麼強烈 需要循環系統 這件事情 可是排泄 我們就看到排泄 在它身體兩側當中 這個 顯微鏡稍微 弄一點技巧 有可能可以看得到 就是在它沿著身體兩側 這地方呢 有比較陰暗的 這個區域 然後呢 它的細節 基本上呢 也是一些關鍵 這些關鍵的起點呢 叫做火焰包 你看 你看那個251頁 它第一個局部 放大的那個部分就可以了 火焰包呢 它也是一個盲管 就是這個起點的地方 也是死巷子 然後 只是有一個特殊的地方是 這個盲管的這個 起點這裡 它會有鮮毛 想在這邊 然後 旁邊這裡啊 會開一個很多的 比較薄弱的這個 這個部位 好 所以它的做法是 它利用這種構造呢 深入組織細胞 然後去收集那個組織細胞 透過這些 好 條狀 那個柵欄狀 然後那地方比較薄的這個位置 然後呢去篩選 那個周邊的組織細胞 有沒有什麼過多的水跟眼淚 其他的代謝就是不要的 好 那收集進來之後呢 再透過這個鮮毛的擺動 然後一路的把那個液體往外推 那因為你看它外面 其實它因為它身體很小 所以之後一直往外連 那就連到那個身體表面的這個出口的地方 在兩側 然後它就排除出去 這個路其實不是很長 所以用利用那個鮮毛擺動 帶動液體 那流動基本上就都有了 那我們就把這種漏灶 叫做圓聖管 你看齁 所以圓聖管基本上 那個過濾的關鍵的位置呢 叫做燕包或者叫火燕包 好 它這個地方 它也是一種這個 用過濾的這個方法 所以它那個局務方法 它應該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炸彈狀的漏灶 然後它利用這個方式去做篩選 對 所以你看它的消化痘痘是要點代理 對不對 循環系統就是直接可以放棄不要 對不對 可是在排泄這個部分的話 確實需要這麼精細的這個處理 好 所以你看大部分的動物其實還是很怕 那個代謝廢物造成的這個代謝的異常 白話說法可能會造成重物 多問題 然後它這個就是臥蟲 好 昆蟲的這個部分的話呢 嗯 蟒蟲其實還是一個很常用來講那個 呼吸追蹈的例子 然後 蟒蟲的話 基本上我們講那個呼吸系統的時候 有提到它的氣管系統 然後它的消化道比較簡單 好 基本上就是齒通通的從那個 攝取進來之後呢 這個腸道就分那個前段中段後段 好 然後那個在那個中腸這個地方 它的外面呢 有延伸出去 好 一些複雜的管狀做到 看得懂那個圖嗎 就是 那中腸這個附近呢 這邊有一個入口 然後這個入口呢 附近有很多小型的管線 好 這種小型的管線 就這個馬氏管 好 好 所以馬氏管或馬氏小管 基本上就是它的排血器官 它利用馬氏管呢 先去收集那個代謝廢物 包括水分 你看它這邊右邊 右下角有寫 包括水分 融於水分的離子 還有一些特定的不要的東西 然後收集完之後呢 接下來呢 再把它分泌到哪裡去消化到裡面 所以昆蟲呢 是把排泄系統的管線 跟消化系統的管線整合了 所以它在排移的過程 就順便做了排泄 OK 這樣的話 就可以省去那個管線的這個 複雜的這個分子 這當然也是飛行上的一個需求 就是可以精簡一下身體的這個重感 好 所以黃蟲相對來說 相對比較單純 像是馬氏小管 然後後馬氏管 好 接下來 然後蚯蚓的話 蚯蚓是環節動物 環節的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很多的構造都會在身體的一節一節重複 排泄就是這個 蚯蚓的排泄構造呢 叫做後腎管 你也可以直接簡稱腎管也可以 因為用這樣子直接稱呼 所以後腎管或腎管的特色就是 如果還有印象我們以前畫的那個人體的腎臟的腎小管 你就想像成 我們的腎臟是把腎小管 很多很多集中在一顆腎臟上面 然後呢它等於是把那個腎小管全部都拆掉 然後放在哪裡 放在它身體一節一節 所以它們身體呢 每一對就會有 每一節就會有一對那個腎管 你看看 然後它的腎管的設計也很妙 它那個收集要過濾的東西呢 它是從前一節 比如說 比如說 這邊是一個體節 然後接下來這個界線之後是另外一個體節 然後通常是 我在的這個體節 收集的液體是前一節的 所以我從前一節呢 收集體一過來 然後在我這個腎小管 然後完成過濾 然後過濾之後呢 從這一節的開口 然後排泄出去 所以它有器官重複的現象 那腎管就是一個很明顯器官重複的現象 好 所以它那個圖 你應該都可以在每一道牆壁的地方 靠近下面 你會發現那個牆壁的左側 不是有一個很奇怪的人 那邊有標示 就是內部的開口 有沒有 這個就是它過濾的物質的入口 然後接下來呢 在進到這一節的這個 那個後腎管 進行這個物質的調節之後 有一些有用的東西就再吸收 那旁邊有配合的威脅觀望 好 所以把這個裡面的成分經過調整之後 然後最後確定不要的東西呢 就由它覆測肚子這面的開口 然後呢去做排泄這個動作 所以它的排泄 不是像我們就是一個尿道 統一出口 它不是 它是身體每一節都各自有它自己的出口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明顯器官重複的現象 那個緩解動物才有這麼複雜的這個器官重複現象 或者是構造的重複現象 我們的話像那個昆蟲不同的是 也有那個 一個叫緩解 還有一個結質 好 其實它不是有身體分解的現象 可是結質動物的話 它就沒有那種器官重複的問題了 它只是因為那個 那個身體的分解是為了配了什麼 為了運動 它那個外骨殼的問題 使得它那個外骨殼 必須分成一段一段 那到時候那個運動上 會比較靈活一點 所以兩個那個結 在解讀上 這個身體的構造的解讀上 基本上就不太意思 就不太像 好 所以這個是有關其他構目的部分 這個偶爾還是會有一些例子提出來 所以這邊加減補充一下 好 所以接下來就是人體的部分 好 好,那麼三葉這地方 所以接下來談的主要是重心放在這個泌尿系統的部分 那人體的泌尿系統的話呢 組成相對簡單 因為從這個體液的過濾的起點在生長 過濾完之後液體會先送到一個暫時的儲存夠長叫膀胱 腎跟膀胱之間有一個小酥尿管 然後等到膀胱自己要排除的時候是頭光尿道 所以你看其中有兩個部分管道 然後膀胱大概可以融根是我們身體最簡單的器官 所以主要的關鍵就是在腎胱 好,所以腎胱到底在哪裡呢? 第一個,它也是腹腔當中 我們的消化系統、奢侈系統 還有密納系統全部都放在腹腔 然後腎臟的位置呢,在靠近背側 所以俗稱那個油漬,有沒有? 因為你看橫隔啊,橫隔前面 你用這個樂譜當參考的話 橫隔前面的位置大概在這裡 然後你延伸到後面都橫隔的位置大概在這地方 所以那個腎臟大概在這位置 皮對,然後靠近脊椎骨兩側這個地方 好,那這邊,放在這邊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你這裡不是一個大三角 肝腸在這邊 所以這顆腎,右邊這顆腎 因為受到那個肝腸的影響 這顆會位置比較低一點 空間比較狹窄 所以通常你右邊那顆腎會比較小 這樣,OK齁? 而且如果要捐那個麥聖買iPad的 有一個那個,強過四小孩 捐麥聖買iPad的這個牌子 一顆腎可以買很多個iPad的 但一顆腎還買一台iPad而已 你看台灣天要不要怕洗 好,那就是以來,假設有一天 如果你有大癌,要捐身的時候 那還是可以保有一點點私心 捐右邊這顆 所以右邊這顆比較小顆一點 這樣子,阿爸大顆的那顆 在左邊這顆,只要自己用 這樣子 好,以...假設你一身都會健康來說的話 一顆腎,確實是可以硬補下去了 他就是有時候捐奇怪這種事情 就是真的...這樣 OK,那腎臟的外觀很光滑 上次那個豬群,應該每個人都有摸過吧 所以我們幾乎你看那個肺,豬肺你們去摸嗎 你看所以我們所有的那個內臟的表面都很光滑 因為說內臟的表面幾乎都是結地組織 好,那到時候你摸到那個腎臟的時候也是一樣 腎臟的表面也是很光滑 那它是一個,你從這個方向看的話 會覺得它是這樣扁扁的 然後轉到另外一個方向看的時候 可以看到它面積比較大的部分 所以它是一個扁的構造 好,所以輪廓上真的很像慘動 看不看喔 然後它的裏面幾乎 扣除掉血管之外 其實幾乎是沒什麼肌肉的 就是那個胖胺靜脈當然有平滑肌 那除此之外,腎上自己本身 並沒有什麼豐富的肌肉 然後再加上它裡面呢 都是顯微靜,就是顯微能極的那種微洗的腎小管 或者微血管的構造 所以這種很細緻堆出來的這個內臟 它到底是什麼質感呢 用一個東西來講 就是很多人在那個雷纏摔車的時候有沒有 只要是這邊撞擊或這邊撞擊 通常就是有兩個常常會破的 一個叫脾臟,第二個就是腎臟 有沒有,所以你去想像 那這兩個內臟基本上就有點脆脆的 我吃過那個油漬的,你應該知道 油漬就是要吃那個脆脆的口感這樣子 這一次,你們自己決定 我們絕對不要再幫你們準備任何的東西 要是你們要麻油炒腰子的話 因為這次會更麻煩 你自己解決,你卻不要吃 那是橘子的 啊? 那是橘子的 之後,烤完之後 可惜又烤完之後 如果你們要的話 我們麻油炒腰子的麻煩 而且那個香味很難處理 那 就是我們還是會在看腎臟啦 當然事實上,腎臟拿來的時候第一件好玩的事情 跟那個心臟一樣就灌 心臟,心臟 欸?那你有沒有沒看到灌水啊? 就是那個心臟 動靜脈找完之後 然後那個靜脈接上水灌 然後水一沖下去 會從那個動脈接頭噴出來 有沒有? 應該都有看到好不好? 有沒有看到 就是我們之後再補個比兩顆心臟 給你們換一換 那腎臟拿來也是一樣 因為整個腎臟當中 它的輪廓沒什麼特別 就是一顆纏鬥型種子的外型 然後可是在腎臟靠近 假設這個地方是脊椎骨的話 兩顆腎臟在靠近脊椎骨的這個地方 它會凹進去很明顯 我們就把那個凹進去這個位置 叫做腎門 然後它表面會有一層光滑的構造 那是一種那個水窍池 那個結膩組織強調付與它光滑的表面 因為大部的內臟其實還是不太... 最好是不要有這個摩擦的問題 好,那腎門這個地方很重要 因為到時候腎臟買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腎門這個地方 總共可以找到三條管線 其中一條呢 你把那個腎門那個凹進去的地方 稍稍微剝開 你就會發現有一條管子的直徑相隔會比較大 好,那一條就是輸尿管 對,可是你要看比較裡面的地方 因為它外面那個直徑跟血管會差不多 好,所以往裡面找一下 看看哪一條管子的那個直徑是最寬的 那一條...而且顏色應該更白一點 好,然後... 管壁厚度不準,你知道嗎? 所以看直徑比較準 好,那一條就是輸尿管 然後接下來會找到兩條比較小的管子 然後再來看兩條管子的直徑大小差不多 而外面的直徑大小差不多 它可是這個管壁的厚度 可以感受到它的差別 那其中有一條管子比較厚的那一條 就是腎東蠻 然後比較細的那一條就是腎平蠻 所以,總共剩三條 好,所以你看那個圖的地方 就是進出聖門的管線呢 好,進出聖門的管線總共就是這三條 其中兩條是循環系統的 聖動脈帶血液進來 然後聖經脈再出去 那聖動脈源自於哪裡? 聖動脈其實就是當初主動脈出來之後 進到腹腔分出來的一條管線 你看到那到時候呢 聖動脈帶血液經過腎臟之後 會在腎臟內開始去調節血降的成分 然後調整完之後再出去 OK,那其中尤其 如果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把這個 腎臟的代謝肥物破滅掉的話 那也就是說 假設不考慮二氧化碳的問題 聖經脈出去的血液 應該會是我們身體最乾淨的 好,假設不考慮二氧化碳的問題的話 這樣,這樣看齁 那過濾之後的那一些不要的東西 就由輸尿管往下送到膳光 然後再透過尿道排除 所以外觀上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個沒什麼特別吸引 好,那接下來補一個東西 以前補充講腎臟線嘛 腎臟線就是在這個上面的你的小豆兆 所以腎臟線是內分離線 那是腎臟外的另外一個 跟它掛在一起 黏在一起的東西 好,那可是如果你現在把腎臟給補開 腎臟補開之後呢 馬上可以看到兩個層次 好,腎臟補開之後呢 兩個明顯的層次 外面的那層就叫做皮石 然後,那隱隱約約會覺得這地方 好像有一個界線的存在 那裝在這地方就是所謂的水池 然後接下來,水池這個地方 會看到有一些虛懷的構造 這根蛇蛋隨時出現皮石不會有的 我們把它稱為叫做腎錐體 以立體的角度來說 它會有一點近似那個交通錐 但是有一點扁扁扁的 沒有那麼扁,稍微扁一點 那因為我們一刀切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一個接近三角形 其中,三角形的其中一角 錐頭呢,顏色會特別的白 而且全部指向水池的核心的地方 然後水池中間這個地方 到時候這刀要下的別人 這刀要比那個心臟更準 腎臟的中間這個地方是一個非常狹隘的空間 它寬度夠寬 可是如果你從這一邊這樣切 它其實很扁 那心臟的話,你看那個心勢 其實基本上它有點厚度 所以這刀就算下的沒有很準的 表不清楚是大小便 這刀下的不準的話 你就看不到 這邊呢,基本上它是一個比較大的空腔 叫做腎瘀 好,就是腎臟在處理那個過濾問題 最後產生尿液 尿液最後要離開腎臟的時候 就是在腎瘀集中 然後所以緊接著腎瘀就放外接出來 直接 對,那兩條血管應該會出現在這個方便 你知道嗎? 好,所以抹開之後 比較明顯可以看到的肉眼看得到的特徵 就是皮脂隨脂一定看得到 隨脂當中會有大概個位數到十幾個的這個腎椎體 就看你內套剛好切在哪裏 你看那裏 好,然後腎椎體呢 基本上通常在比較靠近那個腎瘀這個地方 顏色會特別的白 好,然後這地方有時候他們會稱呼這裡叫做 就這個地方是叫做腎椎乳頭 然後另外皮脂呢 因為腎椎體跟腎椎體之間呢 皮脂會有一點顏色呢延伸進來 好,所以這邊的話它那個層次會比較不清楚一點 好,腎椎體跟皮脂比較清楚 但是腎椎體之間跟皮脂這個區域的顏色 感覺上會比較連續 所以我們看到他把這個地方叫做腎柱 這兩個腎椎體之間 然後它的顏色呢跟那個皮脂可以連得起來 好,我們就把這個地方稱為叫腎柱 好,然後剩下來的部分幾乎就要到顯微鏡底下才能夠看清楚 OK,繼續一下,我們再繼續 ites Если tema事 translates 這da影片 為了、請あっ 你們請他 institutional 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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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